上集《曼德拉效应》专辑五十六 否释现今生现实的人体结构 在神位到末后启示录的大灾难而为世人预备 被提之后,全世界会经历大灾难 面对各种前所未见的可怕环境 人类本来的身体并不足以面对当时的恶劣环境 只有更强健的身体 才有部分人类成功度过大灾难 避免人类绝种 在今集《曼德拉效应》专辑五十七 我们会为大家分析 原来神早已预备现今结构不同的新身体 只是人类未曾见过或使用过 新现实的身体 一直存在在另一个未曾有人活过的平衡场景 同样存在它的历史现实 当全球性出现曼德拉效应 世人才一起跳到一个相同的新平衡场景 一同经历身体改变 拥有这幅新现实的身体结构 预备全人类进入大灾难 正如早前的专辑 提及现今人类活着的世界 如同电影一样 由神所创造 每秒最少十万一个定格静止的场景组成 所谓的时间流 只是人类被神限定 以某种固定速度向前跳隔 本来 每一位世人 都有一组神所创造的独特场景 基本上是完全相同 只是部分细节有差异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 神所创造的世界 有十万亿个如同场面包的场景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如同场面包的场景中 有很多细节是跟别人不同 例如 Editas的串法 和星球大战的经典对白 可能每个人的所见所闻都不同 过往 从来没有人察觉自己和别人是活在不同的场景 直到2015年中 神将本来各自活在独特场景的世人 全部集合到同一个场景 立即就出现一个前所未见的现象 大量人开始发现某些现实 和自己过往的记忆不相符 甚至世上有另一派人 不论记忆和历史 都和自己不相同 在他们而言 某件事物出现历史改变 就是曼德拉效应 例如 A军本来活在三个D的Editas场景 B军一直活在两个D的Editas场景 两人一直相安无事 甚至A军和B军的一生中 每当谈论Editas的名字 都不会发现对方所见的现实和自己不同 但当A军在2015年中 被神从三个D的Editas场景 带到两个D的Editas场景 情况就改变了 某一天 当A军发现Editas变成两个D 突然大为震惊 发现历史竟然改变了 但对B军而言 历史却从未改变过 因为B军一直身处两个D的Editas场景 但是 原来改变了场景的人 不止A军 真相是 A军和B军同样被带到另一个新场景 只是 这个场景的Editas是两个D 所以B军没有发现Editas的历史中 原来改变了名字的传法 只认为是A军无记性 直到某一天 B军发现自己一直所见的雪糕品牌Apollo 由本来的两个L 突然变为一个L的Apollo 但反过来 A军却一直看见一个L的Apollo B军就终于发现 原来历史真的改变了 现今的曼德拉效应正是这种现象 不同人会发现某些现实的历史改变了 但同一件事 会有另一批相反的人 新现实是他们一直以来的现实 而这一批人 又会在其他事情上 发现某些现实改变了 但又有另一批人和自己相反 同样新现实才是他们一直以来的现实 这个就证明 并非部分人由A场景跳到B场景 而是全世界一同跳到 未曾有人经历过的C场景 所以 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身上 出现了不同类型的 曼德拉效应 这就是日华牧师 在早期的主日信息中 指出整个人类历史 其实都是一个柱母 为了个别地素造每一个人 所以 以往每一个人 都是个别地活在一个 不同细节的独特场景 就如同不同柱母 是铸造出不同物件 但世界即将结束 神对全人类的个别铸造已完成 每位真正合资格被提的辛苦 同女或奔价的身份 基本上都奠定了 被提的时刻也即将来到 神将人类塑造成为辛苦和同女的过程已完毕 被提之后 世上只会剩下两种人 就是不合格的奔价和外邦人 这个时候 神对人类只剩下一个目的 就是审判所有不信的外邦人 和不合格的基督徒 所以 被提之后 世人已经不需要个别不同的 独特注母和场景 所有人都会被偏入 启示六大灾难的唯一场景 一同面对敌基督和PlanetX 为世界带来的种种灾难和恐怖